有鑑於近期中國漁船的烏丘海域越界違規作業 海巡署金馬鵬分署規劃 以專案任務方式進行威力掃凳 並且在三月九日的晚間十點多 在大丘海域取締了一艘中國籍漁船 正在從事非法潛水漁撈作業 我們在大丘東方海域 發現了一艘陸籍的作業漁船 正在從事潛水漁撈作業 宣集以優勢的警力實施登檢及取締 搭廠查扣了涉案的漁船及市民陸籍船員 海巡人員清艙檢查 並沒有發現有牛肉豬肉類相關製品 已經將扣留人員抵押金門廖羅港 進行後續調查 金馬鵬分署表示 中國給漁船未經許可進入烏丘海域 從事漁撈作業 已經涉嫌違反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全案完成調查之後 將會依法採取 將會有焗零來前進入烏串 為何善用 土地區 感谢观看